南北朝 北朝 北魏 北魏存在于386年至534年间 是先卑族拓拔归建立的政权 也是北朝第一个王朝 386年 拓拔归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 在牛川自称代王 重建代国 定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 398年6月正是定国号为位 史称北位 因为自具有美好伟大之意 并且是神州上国之名而定为国号 为别于此前的曹魏政权 某些史书因此别称为后位 又以其皇室姓拓拔 后改姓元 故又别称拓拔位 元位 398年7月 道武帝拓拔归迁都金山西省大同市并称帝 439年 太武帝拓拔韬统一北方 493年 孝文帝拓拔红迁都洛阳大举改革 北魏时期 佛教兴起 佛教得到空前发展 在墨高窟发现的北魏壁画和漆画 在中国历史上也别具一格 同时 北魏迁都洛阳 和一丰一俗 也大大促进了北魏的中央集权制度与民族融合 永西三年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从386年 拓拔归重建代国 至534年分裂为止 享国148年 共立二十地 列入正时本记者12位 但多认为14位 他们是 道武帝拓拔归 明元帝拓拔四 太武帝拓拔韬 南安王拓拔鱼 文成帝拓拔郡 献文帝拓拔红 孝文帝圆红 宣武帝圆克 孝明帝圆许 孝庄帝圆子忧 魏费帝圆业 杰敏帝圆功 后费帝圆朗 孝武帝圆修 第211位 北魏第一帝 道武帝拓拔归 拓拔归 北魏开国皇帝 在魏23年 39岁 招成帝拓拔十一奸之孙 献明帝拓拔十之子 道武帝拓拔归 鲜卑族人 383年 前秦经匪水之战后 国力日弱 16岁的拓拔归富国 称戴王 同年改称魏 史称北魏 道武帝拓拔归 对内力经图治 实行一系列改革 史称拓拔归改革 推动了鲜卑政权 进入封建社会 对外击败赫兰部 铁服 高车 柔染等草原诸部 并与后烟 后勤争霸于中原 于餐河碑之战 大败慕容堡 又在柴碧之战 击溃摇星 为拓拔涛统一北方 奠定坚实的基础 天自六年 在拓拔少发动的宫廷政变中 遇世身亡 年仅39岁 第二百一十二位 北魏第二帝 明元帝拓拔四 拓拔四 在魏十五年 三十二岁 道武帝拓拔归长子 太武帝拓拔涛之父 在父亲道武帝拓拔归遇世后 带兵入宫 朱灭清和王拓拔少 及皇帝位 年号永兴 即位之后 内修术正 体察民情 改革官制 选贤任能 太长八年 十一月六日 英功战劳顿 并逝于西宫 年仅三十二岁 拓拔四 虽然英年早逝 但是在北魏开国历史中 具有成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上城道武帝拓拔归 文治武功 驾起太武帝拓拔韬 一同北方 其文治 足以媲美前秦天王福建 第二百一十三位 北魏第三帝 太武帝拓拔韬 拓拔韬 在位二十八年 四十五岁 明元帝拓拔四长子 拓拔韬自有聪明大度 应付欲辱 太长八年 正式登基 年号时光 十年十六岁 拓拔韬作战志勇肖强 受到敌方的敬畏 被刘宋王朝称为 樱途武略 世价前古 超越墨读和谭石淮 即位后 先后消灭大厦 北燕 北梁 大大增强北魏国力 统一了北方 但在与南朝宋的战争中大败 正平二年 为中常世宗爱所示 十年四十五岁 第二百一十四位 北魏第四帝 南安王拓拔鱼 拓拔鱼 在位八个月 太武帝拓拔韬之子 井墓帝拓拔谎一母帝 拓拔鱼在太平真君三年 受封吴王 正平元年 改封南安王 正平二年 中常世宗爱世杀太武帝后 即位为帝 年号永平 或作成平 自知得位不正 后次大臣 收买人心 将国库挥霍殆尽 喜欢酗酒 纵情声色全马 喜好野外狩猎 出入没有限度 不问国家大事 即使边境告急 也不出兵救助 引起百姓愤恨 听凭宦官宗爱身居宰相 专权跋扈 总管三省 掌握皇家安全事务 随意召唤公卿 朝野畏惧 后因怀疑宗爱作乱 谋划夺权行动 引起宗爱愤怒不满 永平二年 宗爱趁祭祀宗庙之机 前小皇门甲州将其杀害 拓拔鱼死后 侄自北魏文成帝拓拔郡即位 朱沙宗爱和甲州等人 第215位 北魏第五帝 文成帝拓拔郡 拓拔郡 在位十四年 二十六岁 太武帝拓拔韬之孙 景慕皇帝拓拔谎长子 拓拔郡聪明敏达 风仪异常 正平二年三月 中常世宗爱世杀太武帝拓拔韬 拥立南安王拓拔鱼即位 同年十月 竟受帝拓鱼遇事后 即位为帝 年号兴安 诛杀全臣宗爱 在位期间 平定内乱 修养生息 改革观治 恢复佛教 使见云当石窟 和平六年病逝 年仅二十六岁 第二百一十六位 北魏第六帝 县文帝拓拔韬 拓拔韬 在位七年 二十三岁 文成帝拓拔郡长子 泰安二年征月 策立为太子 和平六年五月 父亲拓拔郡逝世后 登基为帝 平定全臣一魂 重文众教 清摇宝父 喜好佛老 皇兴三年 将强宝之中的长子拓拔韬 策立为太子 皇兴五年 布满冯太后长期摄政 打算善让于京兆王拓拔子推 为众臣劝阻而作罢 遂善让于太子拓拔韬 群臣奏称三皇淡薄无尾 所以称皇 西汉高祖之父辈 被尊为太上皇 是不统治天下的 而皇帝年幼 陛下仍然执政 尊号太上皇帝 专心修佛 严兴二年二月 面对柔然来犯 御驾亲征 大败柔然 一直追至大漠 成名元年 突然暴毙 年仅二十三岁 第二百一十七位 北魏帝七帝 孝文帝 袁洪 袁洪 在魏二十九年 三十三岁 献文帝拓拔鸿长子 皇兴三年 策立皇太子 皇兴五年 受善即位 年号严兴 祖母文明太后 临朝执政 着手推行一系列 中央集权的改革 太和十四年 孝文帝正式亲政后 进一步推动改革 整顿立志 设立三长制 实行军填制 太和十八年 迁都洛阳 全面改革 和先卑族 进行政治改革 镇压反对改革的 守旧贵族 处死太子元巡 一系列举动 推动了北魏经济 文化 社会 政治 军事等的全面发展 史称太和改制 有效缓解民族隔阂 对北方民族融合和发展 起了积极作用 太和二十三年 驾崩于古堂原行公 年仅三十三岁 临终时 仍心怀仰光奇妙 附计苍生之志 第二百一世八位 北魏第八帝 宣武帝 袁克 袁克 在位十六年 三十三岁 孝文帝袁洪赐死 太和七年 出生于平成宫 太和二十一年 策立为皇太子 太和二十三年 北魏孝文帝去世后 即位于鲁阳 游六父秉政 在位期间 扩建洛阳城 巩固汉化基础 向南朝发展 扩动一系列战争 攻取汉中之地 向北攻打柔然 使得领土将欲大大拓展 国事圣极一时 一生堵信佛教 废除子贵母死的丑陋制度 但是在位后半期 外戚高照专权 朝政日趋黑暗 国力逐渐衰败 严昌四年 驾崩于世前殿 年仅33岁 第二百一十九位 北魏第九帝 孝明帝 元许 元许 在位十二年 十九岁 宣武帝 元克敌四子 元许又年继位 随着全臣元毅 母后胡适相继 擅权乱政 大失人心 引发六阵起义 国事日衰 武太元年 布满胡太后专权 密照岳父尔朱荣进京前往 密照外泄 遭到灵太后毒杀 十年十九岁 尔朱荣闻训后 追查孝明帝的死因 用力常恶王源子游卫帝 兴兵攻入洛阳 杀死胡太后 小皇帝和宗室大臣 史称和音之变 成为北魏崩溃的开端 第二百二十位 北魏帝十帝 孝庄帝 袁紫幽 袁紫幽 在魏两年 二十四岁 县文帝拓跋红的孙子 彭承武宣王 袁邪第三子 袁紫幽自貌俊美 身有永利 少为孝明帝 允许半读 颇为有爱 初以复勋 受封武城县宫 拜中书侍郎 领城门校尉 千散其常侍 御史中卫 小昌二年 进封常乐王 拜世忠 东军将军 小昌三年 拜卫将军 左光路大夫 忠书坚 武太元年 孝明帝 允许玉镇而崩后 跟随四周次使尔朱荣进军洛阳 凭借元邪家族中勋民望 即位为帝 年号建议 听任尔朱荣发动和音之变 平定葛荣 刑稿 元号和关隆叛乱 永安三年 又杀全臣尔朱荣 和太宰袁天穆 被尔朱照俘虏北上 一杀于晋阳三级佛寺 十年二十四岁 第二百二十一位 北魏帝十一帝 魏费帝 元叶 元叶 在魏半年 二十三岁 竟墓地拓跋谎曾孙 南安慧王拓跋真之孙 扶封王元一次子 个性清造 颇有履历 其家密书郎 千通指散其常事 出封长广王 拜太元太守 永安三年十月 尔朱荣为孝庄庇帝 原子有所杀后 在尔朱世龙拥立下 即位称帝 年号建明 成为傀儡皇帝 尔朱照俘杀孝庄帝之后 失去利用价值 建明二年二月 为尔朱世龙逼迫善让 降为东海王 太昌元年五月 军阀高欢 独死劫敏帝 十一月 高欢以东海王元夜 安定王元郎 与尔朱世友牵连为名 同日将二人赐死 第二百二十二位 北魏第十二帝 杰敏帝 袁公 袁公 在位一年 三十四岁 广陵慧王元宇的儿子 出席爵广陵王 除一同三思 以袁插善权 遂以雅并没有不与他人来往 魏孝庄帝死后 魏尔朱世龙所立位皇帝 年号普太 军阀高欢入落 被废之后被杀 第二百二十三位 北魏第十三帝 后废帝 元朗 元朗 在位半年 十九岁 张武王元荣第三子 官至渤海太守 高欢起兵讨伐尔朱世 立位皇帝 即位于信都 年号中兴 寻千叶都 高欢平密尔朱世 帝至河阳 太昌元年五月 为高欢索费 降风安定郡王 十一月假辰 元朗与他的从书元业 皆因有罪 在门下外甥被刺死 第二百二十四位 北魏第十四帝 孝武帝元修 元修 北魏末代皇帝 在位三年 二十五岁 孝文帝元洪之孙 广平武 穆王元淮第三子 元修博学多才 喜好武士 沉稳厚重 初封汝阳县宫 拜通直散旗侍郎 中书侍郎 孝庄帝即位后 转太常卿 宗正卿 册封平阳王 杰敬帝普太初年 败事中 镇东将军 宇同三司 左仆社 中兴二年 在大将军高欢雍代下 登基为帝 年号太昌 永熙三年 布满高欢专政 迁都长安 投奔关中大刑台 丞相宇文太 十二月 宇文太以元修淫及从姊妹 友商大雅为由 把袁明月和元修都给杀死 改立元宝具为帝 北魏从此正式分裂成东西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